從藝術家的角度出發 我想做一件關於空間的創作 伴隨著時間的演進 用空間書寫藝術篇章 它就是一件無限延伸的作品 涅普頓是個充滿故事的品牌 從2018年4月創立至今 陸續創建了一個屬於我們的團隊 也逐漸朝向了部門分屬的方向去規劃進行 我們的經營組軸是日本當代木雕藝術 而其中也擴集了日本畫、油畫、 壓克力畫、複合美材、裝置藝術以及攝影等多樣的美材表現 像我們去年有舉辦過的無盡的筆端這樣的日本畫的藝術聯展 也是我們每一年會企劃的展覽主軸 也是我們每一年會企劃的展覽主軸 在雕塑的藝術家陣容裏 我們主要代理的藝術家有 《徽原愛》、《東條明子》、《聖田Amy》、《一錦紅河》、《小島九點》等 日本人氣的當代木雕藝術家 那今年1、2月這段時間 我們畫廊館內最主打的一檔年度的大展 就是《東條明子》的第二檔在台灣的各展 去呈現它這兩年來 它去運畫的一個展覽的方向 而在平面繪畫的方面 有《三本增城》、《冰口增樣》、吳亦軒 還有《林玉畫》等 當然我們還擴及了歐美的藝術家 像Maria Barban這類新興的潛力藝術家 另外我們還有攝影藝術的藝術家魏澤 那我也思考到現在目前收藏群它有一些轉變 那年輕收藏群它有一點接軌的趨勢 所以我們在畫廊的經營的策略及調整上 反而不是去追尋已經被藝術史及市場證明的當代藝術家 我們是極力去栽培與推薦我們自己發掘的潛力藝術明星 透過專業的藝術演力 嚴選出符合我們畫廊質調的藝術家 透過積極的發表與推展 讓民眾更了解我們畫廊的經營全方位的面貌 希望建構出一個畫時代的觀點與定位 一直是我們畫廊努力的目標 在空間的建構上 我們一樓的主整廠有挑高五米的這樣的設計 那在展牆方面我們在細節處理上有特別設計了漂浮展牆的架構 天花板的上方我們做了漂浮式的回圈的燈條構造 能夠讓光型更加的均勻 另外有特別打造了一個閱覽式 能夠讓民眾在觀看的間接感受之下 有一種不被局限在白色方盒子裡的視覺感受 那在二樓的雲端的夾層 它是跟一樓的主整廠有一種呼應的效果 三樓它是用一種劇場式的概念 去呈現比較流線型的空間規劃 其中一個主整廠呢 它是靠窗景的 它有自然光可以帶給雕塑藝術 以及平面的繪畫不一樣的感受 那在VIP室我們也呈現了我們的館場 能夠提供廠家更全方位的藝術顧問服務 另外一個我們也呈現了一些限量的藝術品 提供不一樣課程的收藏家 去進行入門的這些收藏 每一年我們都會積極地參加國際性的當代藝術博覽會 也不斷地在藝術家陣容上去做提升 像台北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 還有像台中藝博、台南藝博 還有玩耳台北這樣比較國際性的藝術博覽會 那在今年的規劃上 我們也會試圖地去參與像曼斯特藝術展 還有像國際玩具展這樣的展覽 希望能夠讓大家看到我們畫廊在每一年有明顯的突破 希望建立獨一無二的核心價值 期盼能成為亞洲地區具有影響力的國際當代藝術畫廊 再次見到小明星期間